向中国提条件岸田文雄有这个资格吗 必要是我们必须跟日本算总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在即期峰会结束后的一个记者会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给中国立了个规矩 他说 七国集团国家重申与中国直接对话 直接向中国表达关切 就全球性问题采取共同行动至关重要 但中国也应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形式 言下之意 既其愿意与中国直接对话 但有个条件 那就是中国必须更加负责任 可笑 日本作为二战战备国之一 给全球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事到如今 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都还没有彻底灭局 这么一个不稳定因素 哪来的资格向中国提条件呢 岸田文雄想必还没搞清楚 当下希望建立对话通道的并不是中国 而是G7 当然 其实就是指美国 在G7峰会召开之前 就有多位美国高官呼吁 与中国重吁对话 在G7峰会召开期间 拜登更是单方面宣布中美关系将解冻 迎来缓和期 这些都说明在建立对话通道这件事情上 中国是共 美国是求 现在供不应求 急的是美国 而不是中国 既然如此 那与美国站在一条船上的日本 是没有任何资格 为与中国之间对话 附加条件的 由此可见 岸田文雄给中国立规矩 明显不是真心想帮助美国重启与中国的对话 日本的意图 八成是为中美博弈 煽风点火 助长中美对话 遇冷的局势 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作为这次G7峰会的东道主 利用主场游士 促成了多项涉华议题的炒作 去年 德国G7峰会公报 史无前例 提到了中国14次 而今年 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0次 台海 南海 涉港 涉疆等问题 均被G7大肆炒作 其中最被西方热衷的话题 有两个 台海局势和经济胁迫 这里我们主要聊聊 台海局势 日本有人长期炒作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口号 而岸田文雄 本人也多次表示 不能纵容中国和俄罗斯 单方面改变现状 其跟随美国以台制华的险恶用心 早已是路人皆知 日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炒作台海局势呢 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战争实现自己的军事大国梦 以及拿回军事指挥权 想想看 如果台海出事 美国是不是第一个要求日本出人出力呢 那日本要出人出力 是不是就得解除部分对日军的军事限制呢 就此机会 日本就能大举发展军事能力 实现军国主义的复苏 当然 我们不管日本的目的是什么 台海问题是中国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是最红的红线 不容挑衅 更不会让它成为日本实现自身军事扩张野心的工具 所以 日本如果真敢插手台海问题 那也不用多废话了 新账 旧账 一起算 必须把日本打残 打废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оров entste一次 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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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